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一下,兩位其實我沒見過很久 一位我小時候,我叔叔說他死了 原來還在 遇用小人物羅稱號 你說的名字不知道,看樣子就知道 沒有死的 誤傳死信得淡笑 我叔叔說的,我記得幾歲的時候 這東西死了,神經病 那些資料不知道哪裡收回來 那時候沒有網絡 為什麼每個人都傳死了 另一個還是生歐歐的,那就是何韻詩 竟然在店裡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何韻詩還可以做的 在香港,相隔幾年 再到商台受訪 捕他的新歌 他說有一點做回新人的感覺 是啊 何韻詩很厲害 出道跟現在差不多一款 我覺得他現在年輕了 可能養貞儲優 何韻詩不小 又沒有說他幾歲 啊 何韻詩的背景到商台都是黃錦錦的 不知道是不是專門的 難怪有時候說那些是顏色台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不說這些 不說顏色 我們說個人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命 叫羅青浩 遇用小人物 先說他 他其實在以前的城市故事 流氓大肯演過那些 很閒的閒角 我記得 他好像有演過一套電影 我不太記得了 善女幽魂 然後被女鬼吸乾了 吸到精進人亡 就是他 我記得 拍過很多東西 今天日前 被人訪問 沒看到很久肥了 流了一片鬚 感覺就穩重了 原來他人很低調 當時淡出娛樂圈 也沒有人留意 是 2018年 重播羅文大鏗 近況在莫民關注 當時才傳死訊 不是 早已說他死了 八多年已經說他死了 在我心目中 這個人不在 我就是今天看報紙 我才知道原來這個人沒有死 原來吳啟華曾經幫他澄清 有朋友跟他聯絡過 知道不是你們說這樣的 他生活得不錯 重提當日傳死訊 那時候他還在香港 忽然間收到朋友電話 說有記者找我 他說 為何無端端找我 他說我離開了電視圈十幾年 誰知朋友說 有人說你死了 他說不是吧 阿里陀佛 後來吳啟華幫忙 記者問他近況 他說了 不是去到那些程度 他說沒有什麼不了了之 他不是紅 但他沒有死 這是一個誤會 原來當時電視台 是換了老闆才退出娛樂圈 一開始是林伯恩年代 然後公司換老闆 很多人人事變動 公司不簽就不簽 然後二千年離開 最後一出叫海瑞鬥嚴嵩 去上海和毛石拍 然後就沒有簽其他公司 他說他份人很有趣 很多可能性 不是一份工作做到最後 他很小時候出來工作 出版社 枝盒創 每份職業某個階段 轉轉 沒什麼所謂 你問我是不是很不念舊 我是喜歡新的 剛剛有個朋友做速遞 叫我進去幫他 緣分到就試試 他說自己說 其實都是孤兒仔一個 做這行都不是靠人事 沒什麼流亂電視圈 他不簽我就不做 求他也未必能求得到 而且我很怕靠人事 一來我又好像孤兒仔 參加比賽入行 又不是訓練班出來 他們有些師兄 導師提點 又可以去問一下 很多事情 也有前輩給意見 他說說來講去 就沒有死 唉 只有一個字 不要經常揍人家 另外講 何韻詩 很久沒見 相隔幾年 再到商台受訪問 始造新人 好多事情都可以重新開始 他又沒事 真的沒事 那怎麼辦呢 一段長時間 沒有推出新歌的何韻詩 有隻新歌叫威廉 他這麼喜歡這些人名歌 盧斯萊斯 又做個威廉 威廉王子 噢 在商台刺測樂壇接受訪問 宣傳新歌 久未現身商台直播室 就說 今天起身 好像小學生去郊遊 他就說 有少少覺得做回新人 因為唱歌事業都休息了一段時間 他坦然再出新歌感到有壓力 他就說 為何做回歌手呢 本身就是一個歌手 應該就是個位子就是歌手 他這幾年放在邊 內心一直在找方法去做回這件事 很多壓力 自己給壓力也有 整個大環境很多事發生 以前模式已經不可行 包括怎樣做歌 做show 這幾年有疫情開始 有一段時間很迷惘 再摸索 再振作 封閉寫歌 找適合音樂上的言語 很多事不同了 對上次出歌 現在是2016年 那首歌叫《親愛的黑色》 甚至乎那個時刻 那個方法都不適合自己 不適合這一刻的自己 何韻詩說話都很藝術家 他再做歌手 他說那個經歷很艱辛又很漫長 他說 我記得2020年疫情時 那時候我和大家一樣停了 沒有寫歌的動力 生活好像結了冰 去到某個位置 我經常和朋友聊天 對方叫我去行山動一下 那個動作令我想去動 由那個時刻開始 就開始上網學寫歌 過程令自己重新愛上寫歌 之前有十年就怕寫歌 但上了課後很喜歡 很開心 變回學生 推薦創作人去上課 reboot所有東西 好像很好玩 搞到我都… 我都沒有空 但我… 不是的 要講興趣的 這些東西 我喜歡唱歌的 但你說寫… 我喜歡作故事的 寫歌對我來說 不是我的東西 如果是我的東西 應該沒有人教我都會曉得 好像打功夫一樣 打架 沒有人教我都會曉得 有人教我更加勁 沒有人教作歌 我又沒有想過自己要作歌 我覺得沒有這方面的興趣 他就有了 是音樂人 這次找到新方法 新的語言 過程中沒有人幫他 最初是自己找 真心沒有人幫 以前模式我會作歌寫詞 有人幫 Y文很好合作的 六七年變化很大 整個人都進化了 很難託別人幫我寫的 我都說不到變化是甚麼 回歸原本音樂 不會說不到 免得說 整篇題都沒有提過 甚麼式 就知道你真是會 會說話 究竟這首歌想說甚麼 他開頭卡住 突然有個時刻 聽到這個宋冬野一隻碟 感覺不知他在說甚麼 但又很感動 他說這次要我給你 講我感受給你聽 威廉這個人怎麼走出來 是有些奇妙 不想解釋太多 最奇妙的位置 給大家去感受的空間 整件事很personal 很久很久的經歷 我可以說是最赤裸的一次 這首歌 講的題材感受 希望大家可以 不用我去告訴大家 你明白的 我就不解釋 他也是很藝術家 學運師 一早做藝術便好 但藝術家 對社會一定有些粉細疾俗 我也是藝術家 我粉細疾俗 粉到不知得了 在米後 米前 以五仔的身份 維穩到不得了 哈哈哈哈哈哈 懂者生存 這些時勢 唉 走歪了一點點都不行 是啊 真的 自己朋友圍內 談都要很熟 那些事 那不就流了出去 我不是死的 所以有些人 能夠可以 什麼人都好 不是何韻詩 或者什麼人都好 能夠把自己想發表的事 發表出來 的確是一種自由 是福氣 我不是說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都是這樣 什麼顏色都是這樣 那些是 一些枷鎖 一些制肘 人本身應該坦蕩蕩 我跟阿施華仔 做人最赤裸的一次 我就沒有你們赤裸 我一定穿衣服 哈哈 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啦 不穿衣服 讓你看到裡面 得了 但很多人真的太赤裸 不適合 不適合 初心你來這裡 你想找觀眾 其實觀眾是否一定要跟你一樣的想法呢 當然啦 你說知音人共鳴者 如果大家是同聲同氣 同一條腸出來的 好像大家都可以圍爐開心心 如果不同的 你都感染到他 那你就會更加厲害 對吧 你不能說 我們大家想同一件事 我才喜歡你的 那變成不是音樂 音樂就是 就算我不知道你是誰 我只聽到你的聲音 有多好聽 原來深層意義是這樣的 反思也可以 反思然後我發現我不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喜歡就不喜歡 其實沒什麼所謂 也不會強迫你 這個時代 音樂也不會像以前一樣 隔硬的放學 一定是 刺你聽歌的 基本上 你不聽歌沒什麼做 都免費娛樂 現在這個年代 真的有人出一首歌 都是你自己拿上手給自己聽 你自己選擇 你喜歡聽不聽不聽 說到何韻詩 邀請了好朋友 黃耀明 首度合作 和李瑞嫻一起做歌曲監製 他們還是藝術 不斷讚明哥 他最記得前年大明一派有個表演 唱他以前的唱片 很厲害 他說劉爾達也很厲害 但是明仔很厲害 他拿捏一個時代 拿捏一些感覺 他用音樂語言很厲害 聽很多歌 看很多電影 這些真的是天生 怎樣用音樂說故事 這個人適合用這個方法 他講一些話 我都覺得是很藝術家 在這個年代還對嗎 真的 因為現在的人要那些促食文化 要那些平板蛙 我其實拿捏得到 最重要是一些東西夠爆 夠不關你 可以拿來一起嘲弄一下 有點幸災樂 那些 如果你去到 聽何美詩說話 在我講這麼多篇的娛樂新聞裡面 很少有這些人 或者有這些人 這些人都不被這個年代去訪問 是啊 但是你說黃耀明很厲害 用音樂說說話 他唱歌是不是 我覺得他唱歌好像吃雪糕 那樣 他口不知怎樣唱歌 音出來了 不知道 有一點點另類的感覺 但他不是不懂唱歌的 他有很多種唱法 黃耀明又 只能夠說 他們這些是 在這個時代 還可以選擇自己 玩一些你喜歡的東西 當做你的身份 都不是叫賺食 現在唱歌賺到多少錢 都心知 何韻詩又不用 又不用賺錢 他的家底是很厲害的 實不相瞞 我是和他爸爸同台吃過飯 他爸爸是超級高層 我也很感謝你爸爸欣賞我和少波子 當年上台動篤笑 兩位哥哥在動篤笑 很歡喜 他爸爸很靜怒 我不知道那個是他爸爸 我老闆告訴他 這是何韻詩爸爸 是嗎 其實他那個出身 令他搞這些事沒有問題 亦可以自己做一些喜歡做的事 說一些喜歡說的事 又沒有什麼後果 但當時 我又不怪他有什麼 他有沒有什麼 他有沒有什麼 他又 如果你肯定說他 他就沒有制止到那個場面 就好像 被別人說 他又沒有說 他不出聲 因為其實出不出聲 他真的一樣控制不到 真的控制不到 有些事情 他自己想怎樣 他自己才知道 大家 要講顏色 很老套 剛才講的藝術 你根本都不想聽 講顏色 就這樣講一隻色 黑 去到灰之間 有很多度 粉紅去到深紅 有很多度 綠色 去到青 有很多個層次 又可以講到藝術 他那個層次和你那個層次又不一樣 但大家都好像在同一個聲音 怕不怕得到 你是哪個聲音 我是哪個聲音 當你抹去世界所有的架鎖 所有的標籤 其實大家都在同一個聲音 你和我都沒有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如果你有東西放在自己身上 就好像非我族類者 就不是自己人 不是同路人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所謂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 不要搞到死人倒樓 殺人放火 以和為貴 這樣就可以了 他一出來講音樂 就完全不提這些事情 也沒有人找他 叫他講這些事情 沒有 好 代表他在這個時代 其實都算是 幾另類 比賽是第二個 大了 真的 我不記得他當年有沒有做某些事情 有份做某些事情 或者是網上明星戴頭盔 畫髒臉拍照 要接了就接了 要移民的走路就走了 要坐牢就坐了 等著被人告的 預備入獄的 打定輸數的 都在 所以他能夠在商台上繼續發聲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發什麼聲 發自己音樂方面的夢想 發那邊的夢 他是很另類 你自己數一下 阮民安、杜汶澤 阮民安是鑑創 杜汶澤在台灣 對嗎 其餘很多人都已經 收聲就收聲 沒有的沒有 不見了 有些人不敢出來 好像有些女生 不要說誰 她的朋友坐牢 坐牢都無了其坐 有個女生出來 有些人支持她 叫她 叫她 又這樣又這樣 她都不會再說任何事情 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 心境改變外境 唯有是這樣 沒有的 有些人未必是那樣問題 很多事情你都不滿 有些人可能是 如果不講政治 只是不講政治 有很多事情說 家庭不和睦 或者是工作不順利 找不到自己的理想 碰釘 做什麼行業 夠膽死 竟然有人說 伍仔你好運 你懂得這樣說 你未接觸過什麼什麼 我經歷的事情 比剛才說這句話的人 多得太多太多了 一個人是要千除百年 我覺得賀韻詩其實很好運 如果我有個這樣的爸爸 我什麼都不做 我只是去玩女人 哈哈哈哈 講笑而已 講笑得來其實是講真的 不過沒有這樣的機會 只能夠踏踏實實做一個人 繼續和大家廣播一下 講一下娛樂新聞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消息 拜拜